大家好,我是性工会基爱小学的朱家仪老师 我今天想和大家介绍小学数学五年级近似值这个课题 我期望各位同学看完这套短片之后 是懂得如何利用四写五入的方法去除一个近似值 在开始进行例题讲解之前 我们先讲一下什么叫四写五入的方法 写的意思是解写去,也就是不要 而入也就是要的意思 所以四写即是四都不要 所以0,1,2,3,这些比它数字小的数 我们都不会要 而五入,即是五开始,我们就要了,需要尽位 所以它的六,七,八,九,这些比它大的数 我们都会继续要,需要尽位 好了,我们先看第一条例题 它说将9462,758这个数 取值至10位 所以我们将这个数个位 10位的后面加一条线 观察一下,这条线后面的数字 8,需不需要尽位 由于刚才讲到4写5入 5或以上5,6,7,8,9,我们都需要尽位 所以今次这个8,我们是需要尽位 也就是我们会得出 9462,7,760 今次我们同样将9462,758去拿一个近字值 但今次我们就取值至千位 刚才讲到我们先数一下它要求的千位的位置 9,10,8,1000 千位的数字是2 在2之后,我们先加一条数 然后观察一下,条线后面的数字 7,需不需要尽位 由于讲到4写5入 5,6,7,8,9,我们都需要尽位 所以今次的7,是需要尽位 也就是我们会得出 9463,000 今次我们将9462,758 同样取值至万位 我们知道万位的数字是6 所以我们会在6的后面加一条线 然后观察一下这条线后面的数 2,需不需要尽位 由于4写5入 0,1,2,3,4 我们都不需要尽位 所以我们会得出 它的约数是 9462,000 在这里,我有两个小提示给你 第一,当你见到它给你的数的时候 你给我看清楚 它究竟取的近次值 是去到哪一个数位呢? 当你知道之后 就在这个数位的后面 加一条线给它 然后看看线后面的数 会不会是比5大 或者是等于5 即是5,6,7,8,9 那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需要尽位 如果那个数是小过5 即是0,1,2,3,4 那我们就会写去 也即是不需要尽位了 又到了思考题的时候 这里有四个数 分别是 A 370万 5420 B 370万 4590 C 370万 8740 D 371万 0 630 在这个四个数那里 当它们拿近次值 去到万位 那么哪一个数的近次值 会和其他是不同的呢? 你帮我想一想 然后将答案记下它 将它带去你下一堂的数学堂 再和同学讨论啦 今天说到这里啦 拜拜